欢迎大家 继续回来《大乘小聚》 在我身边继续有张崇基 Andrew 刚才你也说到你的碟子 不如多说一些给我们的观众听一下 其实你刚才说十首歌 十位歌手 究竟是哪个十位歌手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 其实小时候听着广东歌大 我想八十年代的广东歌真的很好听 对我影响的 其实我当时听歌很有趣 我又不是说带客听死某一个 其实每个新人出来出唱片我都会听 所以也会听校长谭明伦 所以里面我又选择谭明伦谭校长的歌 又有听Leslie 张国荣 这个走不掉了 有她的歌 里面的歌包括刚才有女方的歌 有陈伯强的歌 有梅艳芳的歌 我也有选择几位女歌手的歌 譬如陈米贤 也有 陈米贤我自己也很喜欢 然后有Lam的歌 林梓祥的歌 我觉得不少的 因为八十年代 全部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很精彩的 是的 所以我先看一看 我也要看一看 有时自己也不记得 还有有一首是学友的歌 张学友 也有Sam的歌 Sam去 还有有一首比较特别的 是林珊珊的歌 林珊珊 这首歌我选择了 叫做把歌谈心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因为当时我记得 是一个电台节目的主题曲 是一个深夜节目 当时我就是读书的年代 每逢开夜车的时候 一听到那个音乐一响起 就知道 又读到这么晚了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 陪着你成长的 陪着你成长的 那些是情义结 所以觉得 十首歌都有它的意思 比如说你 喜欢谭校长 或者Leslie的歌 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 都是听着这些歌成长的 如果他们十首歌当中 你觉得对于你音乐 影响最大的 其实会是哪一位歌手 我反而觉得是女方 真是女方 为什么会选女方 因为我当时 我记得我在学校里面 参加歌唱比赛 我就是唱女方的歌 因为很响望 她那把那么高康 那么高又清的声音 就是我很追求 自小都很喜欢这个歌 而且她唱歌的技巧真的很好 是啊 所以当时已经是 我记得我有一次 参加校内的歌唱比赛 我是唱女方的普通人 有唱歌 你你你我发落歌 有唱歌 这个高难度 是啊 所以对我影响都很大 OK 如果说到女方 女方我们都知道 都是新秀 跟你一样 但是她一定是你的师兄 是 没错 我记忆所及 就是你在93年的 十二届新秀歌唱比赛 和你的弟弟合作 拿了冠军 那一届 第二就是李文 即Coco Lee 我想问一下你 其实你自己的事發展 会不会那个起步 就是由新秀开始 其实绝对是 就是 如果你说在踏入香港的乐坛 一定是新秀 但我想第一提 其实你未参加新秀之前 因为我也是在多伦多读书 那当年我不记得在什么宴会 那我都见过你的 那就是 在那晚的宴会 就是你和你的弟弟 张崇德两个 就是表演在那里唱歌 我当时已经听到 哇这两兄弟唱歌很好听 但是当时我对你们 当然是不太认识 那隔了一年之后 就看到是新秀 这两个就是 我那次在宴会上 见到那两兄弟唱歌 他们真的唱得很好 最终就是你们拿到冠军 那其实 譬如说 未回香港之前 其实你们是否在多伦多 已经可能是参加一些比赛 然后拿到 赢了奖之后 然后再给你们有这样的想法 不如再回香港 参加 就是当时来说 新秀已经是香港 最顶级的一个歌唱比赛 是不是这样 说多一点点 就是刚才都提过 其实我说我自己 其实就是 更早前 如果你说在音乐上面 其实比赛 我在读书时间 在香港中学的时候 就是当时未来加拿大 已经有参加 是 不过当时的参赛 的经验又不是那么好 每次参加比赛都会输的 是 因为可能自己又有 对自己又有期望 但又有压力 小时候又不是很懂得描述的压力 或者当时真的不是唱得那么好 就是会失准 是 会失准 很多时候是失准的 因为很多时候 一些同学觉得我唱得好 就叫我去比赛 但上台上 就好像永远都表现不了 如是者 过了中学年代 后来加拿大读书 在加拿大的时候 反而我参加这边的华人比赛 就开始 吸收多些经验 是的 是的 我记得我第一年是参加 这里有一个90年 当时是 是 有一个叫红白歌唱大赛 是的 在这里的华人的歌唱比赛 就赢了 那当时还很好 是有一份很好的礼物 就是回到香港的来回机会 那也很丰厚 上去香港的一个年轻人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新地新地大的一个节目 就上去唱那首得奖歌曲 那当时自己又信心大了 而且开始在 其实在多人多 开始我会在唱一些派对 当时有一对 local 的一对 band 那是华人的 band 那他就看到我 赢了那一场比赛 问我有没有兴趣 就是做他的主音歌手 那他找了我 就在乐队那里做主音歌手 那当然演出不是多的 就好像你说有些宴会 有些派对 有时会 那我们就会去做派对 那当时就要练很多歌 那有快歌 有慢歌 有唱英文歌 那我当时都累积了一些表演的经验 所以就帮到你 会不会是这样 是令到你 比如说参加新秀的时候 那个发挥会做得更加理想 其实我觉得所有每一次踏上舞台的经验都很宝贵 其实最后我参加的一次歌唱比赛是新秀之前 其实都是在多人多的 就是全家华人那场大赛 当时拿了第二名 然后后来就 其实回香港就没有想着参加新秀 但那时候你是一个solo的形式 solo 其实一直以来 我和小孩都有各自参加歌唱比赛 各自都有赢过 全家华人那次我赢了亚军 但是可能是直到香港拿完新秀之后 你们才比较多一起合作 其实很有趣的 因为我们两个都加拿大读书的 两个都是读数学系的 我想我们很懂计数 我们回到香港的时候 两个都喜欢唱歌 有朋友又叫我们参加新秀 那我们其实填了两张形式 打算参加新秀 好像以前那样参加歌唱比赛 但填了形式之后 我和小孩商量了谈 其实好像不太好处 因为两个人的名字就差不多 人家也知道 两兄弟的样子也差不多 那声音也好像差不多 那如果大家去参加一个 那么大型的比赛 其实自己已经打了自己 就是已经输了一半 我就是不会相信 每个比赛比赛比你 那么难的比赛 又比你弟弟入 又比你哥哥入 没错 那想想不如 可不可以两个一起参加呢 其实是很last minute才决定 当时也是比较少有 当时我们就是想 其实少有 我们因为本身都唱唱唱歌 对于声报就比较熟悉 有一次我们最记得 两个人去卡拉OK那里 选了一首歌 试试如何将两个人一起唱 那当然不是你唱一句 我唱一句 那么简单 就是听一下我们有些声报 就是一个二重唱的形式 就是设计出来 当时又选了一首 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首歌 就是邱客里林的《迎初》 那我们就想一下这首歌 有点难度 又难唱 又好听 当时又好hit 然后我们就设计了另一个声报 然后就打算一起去参加 就是用二重唱的形式参加 即是说初衷 其实原本你们是各有各的 是的 后来也计算过一条数 是的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过读书 其实你除了读数学之外 你复修也是音乐的 是的 因为当时 我想我们不是一些很富裕的家庭 当时觉得 能够有机会来到加拿大 即是家里也负担得很重 那我想 第一样东西 找一科是定时可以找到吃的 是的 我当时就选了 其实选了Waterloo的数学 其实是读computer science 是 是co-op的 即是半工读个program 想着 那你一定找到工 那你可以供到自己读书 那变成了 家里的负担不是那么重 那另外那方面 我觉得加拿大学校 又不想放弃自己的那个兴趣 那我的兴趣是音乐 但我从没有想过 说full time 读音乐 我觉得 即是音乐可能找不到钱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就不如复修吧 那当时其实我复修音乐 主要是声乐 我是很喜欢一些Opera的歌 即是我的音乐 taste都挺 都适合你的风格 都挺奇怪的 我又很喜欢流行曲 但我又很喜欢一些古典的歌 所以当时就是让我考到进去 可以复修到声乐 那在譬如说你学声乐的过程 也都对你的往后的发展 其实都很有帮助 我觉得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我想唱歌的人会知道 其实基本的发声 那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能够基本做得好的 你才能够去处理其他的东西 因为唱歌不是只唱对音 是 唱准了拍子 那么简单 所以譬如说 拿了新秀冠军之后 那那个发展 你会觉得是一帆风顺呢 绝对不是 我们分享过很多次 因为我想我们入行的时候 即是开始的时候是很好 起步很好 后来就是因为唱片公司的人事变动 变了很多班人 那变了我们做好唱片 就不是得到很好的宣传 那变了出来的效果就不是那么好 那你知道香港其实都是一个很 很竞争性很高的社会 那当你第一张唱片 就是那个效果不好的时候 变了你出第二张唱片的计划 就可能没有了 那变了其实很大段时间 我们是都转了去做幕后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我觉得也是计算那条数 没错 那读完大学回到香港 没理由坐在那等机会 那既然唱片那里发展得不是那么好 不如自己学一下怎么做音乐 那变了就开始了一些做幕后的音乐 比如电视配乐 是 或者是甚至乎做广告音乐 是 那变了在那段时间 就可以让你们过渡得到 过渡得到 继续可以寻找你们的理想 是 不过始终都是说一句 就是有实力的人 经得起时间的 洗礼的 所以今时今日 出道了27年 可以继续 照着你的梦想 继续出一张 你自己的大碟 多谢张崇基和我们说了这么久 这个时间我们也要休息一下 休息回来